在附近巡逻的辅警先赶了过来 只见一名男子坐在地上 酒气很浓 就在民警登记身份信息的时候 醉酒男子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醉酒男子姓楼 公友立马抱住了楼某 把他推倒在了地上 登记完信息以后 公友把楼某扶了起来 没想到楼某又走到了辅警身边 一把拉住了辅警的反光背心 公友见状 立马拦在了两个人中间 楼某最终放了手 但辅警反光背心的拉链被扯坏了 你们俩不要打起来啊 这边还没消停 另外两个公友又发生了冲突 就在这个时候 楼某一把抱住了辅警的大腿 你不要弄弄我 你想咋弄子 扶我 辅警失去重心被楼某拽倒在地 这时候民警赶到了现场 这个人他晚饭喝了点酒 后面跟公友一宵又喝了点酒 等于说喝了点混酒 就有点喝醉了 辅警没有追究 但就在离开的时候 楼某一巴掌 打向了民警的头 楼某被当场控制 来个警察 怎么说 你想咋样 你为什么来这些夸张 我没有动手 我跟你说 我这个制度围全程拍的 你们全部 我无所谓 你全程拍的 我无所谓 随后 楼某被带到医院行酒 第二天这名男子酒醒后 对昨天的事情也比较后悔 也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目前 楼某因为阻碍民警执行公务的行为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88啦 环境 倭险 didn't do the to